因為許向盛其實在演藝界 有很輝煌的一段時間 那個時候非常非常熱鬧 黃金夜總會啊 鐵石玉玲龍啊 然後又開經濟公司啊 又石頭家族啊 然後就做得很大人 又很忙很忙很忙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這個人啊 在演藝圈啊 有的時候就是起起伏伏 在很忙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 你沒有時間去想 你不忙的時候會怎麼樣 或者你不紅會怎麼樣 你只覺得啊 我要應付現在的忙 還要再做更多更多 因為那個時候石頭家族啊 有多少人你講講看 我二三十人 二三十人 現在的王彩華什麼 都在紅都拉斯啊 白雲 馬國畢 白雲 馬國畢都在你們公司 對 你沒有遇到那個時候 還好啦 還好 人太多 而且醜得太多 對不起 那也許是我的命 就是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那時候也窮忙 就是很開心的 哇 一直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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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突然有一天 可能第一個就是那個 經濟風暴來了 很多的節目 他開始在刪減他的預算 刪減預算 然後呢 甚至呢 有很多的節目呢 他已經不想再做了 他要重播 於是乎一個公司 你至少要有兩個節目去維持 就突然停掉 你的周轉金沒有了 哇 那節目停掉 然後公司萎縮 然後藝人們就說 那我們通告在哪裡 那你不得不讓他們去有機會的公司去 那因為我沒有用約去綁死他們說你們要怎樣 所以當時節目停了 公司關起來 藝人閃了 然後 跟寶恰恰也不講話了 被記者寫到最後寫成這個樣子 其實我們兩個是好的不得了 對啊 對 好像有太多的問題就同時發生 很奇怪喔 好像一下烏雲照頂 對 然後媽媽生了重病 隔年過世 就差六個月而已 差六個月 然後前妻提出離婚要求 然後 然後該結束了就在那半年全部沒有了 就半年 就半年 從前面的十月 前年的十月 就到隔年的 這個這個四月 五月 全部砍就います 然後 你不是會算嗎 你沒算到自己喔 我算到我自己烏雲照頂 但是我想說 我至少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做喔 對 烏雲照頂最多 對嘛 低空掠過 稍微安解 我們躲在烏雲下 待會大雨過 我們再出來嘛 結果這個 哇 這個雨下太久了 一共中間過了將近四年 五年的時間 人在最無助的時候 就會去求神啊 就會去問東問西的 不相信人 不相信自己 然後啊 沒事喔 就去弄一塊很大的石頭 然後搬一些小的石頭 而且弄一些很貴的石頭 然後就一直跟你講 你這塊石頭 我真看不出來它有什麼不一樣喔 喔 這一塊你看 你看它像什麼 你說它像什麼就像什麼喔 你覺得它像不像一個 一個人的臀部 哪個學會不像人的臀部啊 OK OK 其實在那個階段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 對不對 那自己 自己也走不出那個迷宮啦 反正就覺得說 那段時間很依賴某一種 移情作用的一個物品 那其實 平常講 在整個十幾年的婚姻狀態裡面 自己有很多時候是不開心的 當然有時候不是對方的問題 是來自於自己 自己老覺得自己很忙 然後回到家應該有一個 什麼樣的禮遇 但是 其實別人家也是這樣在生活 只是我們回家就覺得 我們自己很偉大 很不舒服 我現在一定要過什麼生活 然後自己不舒服於自己 然後好長一段時間 你現在會改過嗎 我現在真的在改變這個事實 因為她 因為 對 要問她就是 已經一段時間囉 我真的很努力在改變 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還是會 還是會啊 有那種因子 對 對 要反而把我當助理 對 我那時候你真的也是助理就對了 有一段時間是這樣子 可是 下班了啊 對啊 就不應該 對 那我有在改 你有在改 那你要說我改變的是哪裡 大家才知道我的成績單嗎 她就只是說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在強迫人家說不想說的話 沒有…不要看我的眼神 有嗎 有改啦 她有改變 對 有改變 我覺得喔 人呢 其實人生有的時候 婚姻真的 不一定是第一次就是最圓滿 那你第一次圓滿是你的幸福 那你不圓滿 如果不圓滿 你還不知道原因 那你第二次就更不會幸福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不圓滿的原因在哪裡 有 我一直... 其實一直在思維啦 自己該改變的是 你要很積極的 而且立竿建議的去改 而不再是說 我的理由是什麼 所以 她常說 你不能 只是過一人的生活 因為你回到家 你是個普通人 你自己要做做一點事情 要不然你整個人 就會鎖在自己以為城堡裡面 所以你應該要洗一下衣服 有… 我沒有洗衣服 沒有洗來 沒有拖拖地 擦擦比較重的東西 石頭 擦溪 對 她只有擦她的石頭 喂 還有她喜歡的那個翁 對不對 很累的 以前你就是自己在擦的 沒有… 但是… 你看我就是要多混一點 才會問出一些重點 但是以前我幾乎不做的事情 我現在開始做了 比方說有時候要去買一個什麼東西 買東西她會去喔 我以前是連… 我回到家連下樓都不下樓的 那你去什麼呢 就是打電話給助理 叫助理去買 對啊 以前都這樣 所以要感激黃成輝 黃成輝 成輝也可以 成輝讓她的老婆懷孕 是…對不對 所以後來就多了一個 可以溝通的 其實我覺得我跟她認識之後 我最開心的就是 有一個人說話我聽得懂 而且我也願意去做 那變成兩個很能協調的 覺得你們兩個在一起 當然我覺得這個許孝順 一定有她這個迷人的地方 因為她的女朋友都很漂亮 什麼她的女朋友都很… OK了 就是 應該這麼說是 因為她的標準很高 講什麼都不對 她都交得到漂亮的女朋友 也不對 不是 有一天她就問我說 妳以前交過多少女朋友 我就不講話了 她說她就回 她說不敢講了齁 我說不要吵還在算 所以她都有跟你坦白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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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隱瞞下去也許 有一天在家裡 發現很多蛛絲馬跡 又變成我的罪狀了 本來就是 對… 妳趁早 我就投降 因為…妳曉得上節目有時候 我們不小心會露出來 對 OK OK 現在都可以 但是我在想喔 你知道徐孝順以前講過 她說喔 她很自豪地說 她從高中的時候 就沒有追不到的女朋友 這我有聽過啦 有聽過嗎 這我很久以前在電視上講的 小燕姐還記得 當然記得 可是我一直想不通 為什麼會這樣 妳想不通對不對 沒有 其實我現在講那個答案 是因為我很誠懇 你都馬回答這句話 好 她很誠懇 OK 然後呢 她很會讓女孩子開心 我覺得有很多的男生很自烈 所以呢 女孩子也不會覺得說 她被寵愛 我覺得男生有的時候 不懂得怎麼去讓女孩子覺得 她是她的被寵愛的對象 那我不曉得她有沒有這樣做到啦 但是我想應該要做到才行吧 剛開始的時候比較沒有 剛開始的時候比較沒有 她是妳是怎樣啊 妳是試探人家啊 沒有 其實一開始我就覺得 因為 我不太習慣跟新認識的女生 去多講話 談內心的世界很少 而且這麼小 對 我幾乎同時看到她 24歲耶 小24歲耶 對 而且她又很愛笑 所以叫她 24歲耶